最近啊 网上关于野猪无害化处理的话题又火了 不少网友都在讨论这事 这不专家们都出来发话了 无害化处理可不是简单的吃掉野猪 首先啊 咱们得明白 野猪可不是家猪 它们生活在野外 吃的东西那叫一个五花八门 什么垃圾 残渣都可能往嘴里塞 这样一来 野猪体内就可能携带各种病原体 比如非洲猪瘟病毒 寄生虫啥的 要是有人私自捕捉野猪来吃 那可真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 有数据显示 多个国家在进行野生动物管理时 都建立了严格的检测机制 以防病原体传播 咱们中国也不例外 对于野生动物的检疫和检测 那可是相当严格 所以啊 网友们 千万别喂了那一口所谓的野胃 就把自己的健康搭进去了 再来说说无害化处理这事 无害化处理啊 其实就是通过各种科学手段 把病死动物 野生动物处理成 不会对环境 生态和人类健康造成威胁的东西 这方式可多了去了 比如高温焚烧 粉碎与填埋 化学处理等等 这些可都是专业的活 得由专业机构来干 可不是咱们老百姓能随便搞定的 有些网友说啊 野猪那么多 不吃掉多浪费啊 咱们不能因为一时的口腹之欲 就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好